8月1日动画电影《风宇宙》在京举办首映的导演刘霍鞋配音演员胡俊、绍义、陆志行等人悉数到场 徐正则作为神秘嘉宾亮相现场为妻子担任出品人的电影站台宣传 表示自己错过监制的动画电影都会大火 作为挂江湖系列的首部动画电影《风宇宙》讲述了失明少年朗明的冒险经历 首映里开始即为主创刚一亮相便用影片的彩蛋自称自己是王富贵 影片出品人小桃红透露 真这部电影的原本始于自己的女儿 女儿是侠岸系列的忠实粉丝 所以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系列 集园巧合下接触到《风宇宙》被故事打动 决定投资 小桃红说中国郭曼挺让人着急的 我自己有孩子 我真的不希望看的都是西方文化背景 讲述的西方故事 他表示希望能给郭曼信心让他尝得更加好 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结尾处影片打上了几一次片献给我们的父母 他们的守护犹如我们生命中灿烂的阳光的字幕 导演刘霍说《风宇宙》是送给父母的一封情书 希望更多年轻人能通过这部电影重新看到被忽略的亲情 在现场他还和观众们互动 透露了隐藏在电影中的几个线索 包括朗明和母亲梅姐的奇妙相遇 制片人刘刘也提到 导演刘霍希望《风宇宙》是一部小手可以牵大手的电影 今天特别感动 能看到这么多小手和大手来观影 希望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父母子女的爱的意义 导演刘阔泽谈言 全篇制作团队均为中国人 剧中所有元素均参照中国传统 希望能制作出真正的良心国漫 徐正在大碗的手印里上也意外亮相 先来支持自己妻子 作为出品人的电影 他笑谈自己错过了担任这部电影监制的机会 而此前更是错过了监制 大圣归来和大宇海航的机会 他表示 最后自己错过监制的动画电影都大火了 此次《风宇宙》的创作 楚郡 赵毅 严蒙蒙 边疆 山心等大波 配音明星都悉数回归 助力这部国漫 回忆其与画江湖多年的合作 楚郡 赵毅表示彼此成就 彼此成长 是像佳人一般的存在 新城原路之行 虽然首次合作画江湖